掌握一手行情不错 商家韭菜 大家好 我是小五15系列 目前这个挤牙膏的配置 导致14系列基本全线涨价 尤其是14polo跟14pm这两款机型这两天涨了不少 好了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iphone14系列行情如何 iphone14入门级的基本大小内存都涨了100左右 目前128g的市场拿货行情在3230 256g的4000 14plus也是涨了100到120左右 目前128g的拿货行情在3500 256g的4120 虽然这两款都小涨一千 不过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相比15系列及牙膏配置 反过来我们来看一下14跟14plus除了没有灵动倒以外 还是非常香的 14polo从月初到15发布后基本涨了130到150左右 目前128g的市场拿货行情是在4720 256g的5400 14pm一直都是最稳定的一款机型 如今呢 也是涨了差不多200左右 目前128g的市场拿货行情 黑色跟金色的话是在5020 256g的5500 最近这段时间 弹口呢 基本也是有货也不放 我们去市场采购机器的时候也很吃力 明明同一个弹口你抱十多个机器 最多给你一半的机器 这也变现表明 估计这段时间市场行情肯定是在持续上涨 现在14系列基本都是一天一个行情 不过也有好消息 就是13系列的老款机型基本没有什么行情波动 13mini的话 我们就直接跳过太小众的机器 入门机的iphone13 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也没有受到涨价的影响 目前13全系列基本都是复制之前行情不变 13128g的目前市场拿货行情依旧保持在2850左右 性价比还是非常不错的 13polo跟13pm自从出了14系列这两款机型也是一直处在非常尴尬的价位 相比14polo跟14pm没有差价 所以基本很少人会考虑老款13系列的机型 不过iphone12跟se3呢 还是备用机首选机型se3千元价位a15的处理器跟苹果13系列同处理器 除了续航一般以外 其他哪哪都是嘎嘎牛 iphone12的话也还行 64g的目前市场拿货行情依旧保持在1950 然后关于iphone15系列的有手机 大概会在国庆后 应该会有卡提机的价格以及陆陆续续可能会到一点货 不过首发的机器 哪怕只是卡提机 估计与国行的差价并不会有多大差价 并且这次iphone15polo跟15pm 据说开孔方案跟14系列的开孔方案不一样 那么就变相说明15polo跟15pm的开孔技术并不成熟 需要时间验证 我个人的意见是保持观望状态 等15系列开孔技术成熟了之后再考虑是否入手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小五 关注我 华强北七年老司机 带你买机不被坑